人华女43岁北京人 日本府警大学硕士生物化学工学专业 大家好 我叫人华 日本府警大学工学研究科毕业 我今天来到非女卧主现场 想找一份英语培训师的工作 我的培训理念是 Joy isn't a dirty word in the educational world Actually is the key word Thank you 你好 你去日本多少年 四年半 四年半 但是你这个整个的气势那种感受 好像在日本生活了好多年 可能是我自己本人也稍微有点内向 其实你我可以说连长相我都感觉像 像那个小鹿淳子你知道吗 你很紧张是吗 也不是 因为我是一个相对比较内向的人 但是就是在说英语的时候 可能会稍微放开一点 那你后来回国之后 所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就是英语培训 就是英语培训 这个英语培训是跟你老公一起创业的是吧 对 你做的怎么样 我直问吧 赚了多少钱 三十万 当时回国是零五年 然后一到零九年 就为什么教英语不教义语了 你在日本人 为什么不教日语他说 因为我对日语其实并不是特别有感觉 对 就是你可能是因为你内向的原因还是怎么 就是我们每次在问问题的过程当中 我们好像不是特别流畅 你发现没有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我就是指他怎么做销售的 因为你性格不是特别open的那种 就包括做培训师 因为培训师是很需要暖场的 无论是你一对一也好 或者你一对多也好 你需要迅速的调动 你被培训人的情绪的 但我在说英语的时候 是不会压抑的 你这样你做个事 现在我们12个老板 都想学英语 不怎么地 你来教一下 你来教我们试一试 我们看 No reason I had English No reason Why don't you just come here dance with me then you feel a little bit different Well I don't like you You don't like it OK you don't like dance Do you like games Yes what kind of game you could play Why don't you pretend to be a little kid Pardon me No 你想不想就是突然变成一个小孩的感觉 我就是一个小孩 就是一个小孩 Come here 小孩来了 你好小朋友 这个小孩长得好老啊 现场和刘总互动的这个环节 我觉得反正有点难度 就是让他喜欢上英语 我当时可能确实没有一时 半会儿没有想出特别好的办法了 Touch your eyes Touch your ears Very good You're very cute I don't have fun You don't have fun It's boring OK Let me think about something to have fun 如果说英语的话 它还确实是跟说日语完全不一样 它英语发音很准 但是我很难想象 如果我是个孩子 我根本没有注意力啊 问题是你不是孩子 你还真以为把自己当孩子 或者怎么样的 但至少这一点呢 有两点解释了 第一点是 他确实在说英语的时候 没有那么压抑和内向 这倒是 第二点 其实如果我作为一个家长和孩子 我挺认同他的教学方 我挺感兴趣的 挺好 我觉得挺好 我说句公道话 因为我们有很多那个 幼稚儿的培训 他的这个幼稚儿的培训的技巧啊 可爱度啊 亲和力啊 各方面的引导度啊 都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还不错 不是说特别出彩 但是很不错 对对对 一般小孩子容易被他的这种笑容啊 动作啊 所代替 对对 带着就跟他走 蛮有亲和力 他笑容很好 他笑容是 你真把你自己当孩子了 回去吧 刘总这种大道总裁 不适合 谢谢啊 行 这打消了我们的一种顾虑啊 原谎就是因为我在这舞台上招人还是挺 招人招的挺多的 但是 没老板的意思是一般人他都会要的 不是这不是这意思 但是我说实话 就说就从你这个简历里面 你是到英日本去读日语 然后也没有出国的经历 你看现在在英语培训市场里面 对吧 我们很多的老师都是在美国读书 在英国读书 你觉得你跟他们相比 优势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我的优势 我就是读的英文原版书比较多 而且我并不是 我已经把英语这种文化融入我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会在课堂中传递出这种文化色彩 我认为很多人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 他不一定带有这样的 他不一定能做这样的事 我一直很好奇啊 那个热华 因为你是从10年到16年 你是除了英语培训师 有像客户经理啊 策划经理 像这些工作岗位 很有可能是跟我们职场的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在今天获得一份工作 你愿不愿意继续做客户经理 大销售 或者是愿不愿意做策划经理 往这个方向去走 愿不愿意 不愿意 为什么呢 我很好奇 来来来来 大家别急 大家别急 为了解读刘家勇的这个问题 其实有一个事件可以说明 这上面其实写着 仁华有一种业余爱好 就是喜欢写博客 对吧 有很多笔友 同时你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 你对薪资没有要求 是吧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今年已经43岁了 所以我在职场中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一件事是 就是发挥我对这个社会的价值 至于薪资方面 当然我觉得人也得就是维持自己的生活嘛 但是我认为就是在我这个年龄的人 不必要再为钱而特别在意 我可以冒昧地问一个问题吗 在你的这个简历上面写 其实 其实你是已婚的对吗 但简历上写你的家庭成员好像 我现在目前是单身 对 是离婚离异的可以冒昧地问 北京 北京 来第一轮选择去火力 菜股灭了 刘怀宇灭了 还有吗 总军灭了 还有五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先生我有才的和小朋友的互动已经演示了 来把职场考题拿出来 下属两位员工发生严重冲突影响到整个团队关系 你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应该分别调节两名员工的矛盾 为什么 随便就开除人 这个是一个首先非常草率 另外我觉得说明这个公司的文化不够宽容吧 所以说任华基本上属于性格是一个 已经绝对是一个温婉派 他很少在生活中或在工作中跟任何人发生冲突 是不是 就你进往中很少跟任何人发生冲突 也不能说完全不发生冲突 你有特别激烈的时候去反对过别人的意见 或者想法的时候吗 比如说就是在有些公司 就是作为一些高层领导抽烟 就是在一个会议室里 封闭的会议室里不停地抽烟 我觉得这种行为就是不是特别合适 就是素食问题 对对对 所以你听这个任华的表述 无论是抽烟也好 还是我们这些反复所思关注的薪酬 还是其他的一些 你仿佛发现他跟我们生活的环境好像不一样 他稍微有点超然 他稍微有点超然 当然我觉得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也不是说在象牙塔里什么的 肯定是需要一定的钱才能生活的 但我认为钱并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 因为还有一些精神方面的 突然恍然大悟了 任华一切都是为了爱 我觉得您说的一切都是爱 其实是很关键的一点 因为我今天想说的就是在职场 还是在生活中 那我这样吧 那我这样吧 我任华我这样问你 就是说你对钱不重要对吧 但也不是说要做义工 当然也需要一份收入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的诉求 我今天来非你莫属 我就想找到一份能够让我吃得饱 穿得暖 然后又能够让我教英语的工作就可以了 我没有别的要求 对 它就这么简单 有史以来在我们的求知者的舞台上 第一次出现了像仁华这样的女性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我很钦佩她 她对于金钱这些东西不是太有欲望 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金钱不光是代表人对于生活的享受 更多的是自己价值的体现 和一种激励的作用 所以从某些角度上来说 我也有一点不明白 可能我没有到你那个境界 我插一个话 我刚才灭灯呢 是有特殊的一种情感 因为他的那个要求 我不忍心继续谈下去 但是他这样的人呢 因为我常年做跨国文化的事情 他这样的人呢 在西方并不是特别特别另类 挺多的 在中国呢 也不是绝无仅有 在北京有这样的人 有 只不过是我们这个节目呢 第一次遇到他这样的人 其实我们 我们的老板呢 你说我天天都跟外国人打交道 也是这样的 但是他打交道 基本上都是商人 所以呢 仁华这样的人呢 相对来说 他们感到陌生 即便今天的成功率是完全是零 别低估了我们这个栏目 播出的影响力 说不定场外在电视机前 有某位老板是看中他的 是 其实有很多 我们看到有很多去支教的一些外国朋友 其实他对于金钱的欲望 也不是特别的强 更多的也是一种精神和情怀 我希望就如果有公益方面这样的事情 如果大家认为我的能力合适的话 我非常愿意去做 因为 其实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做过义工 所以我很希望能做这些 别的东西我们就别再谈了 是否愿意给他一份这样的工作 用刘登来表示自己的态度 好吗 来第二轮选择去活力 林凡灭了 立浩阳灭了 还有一盏灯 我们直接进入 谈情不上开 尹峰直接给出工作岗位和薪酬 我给的岗位是咖啡G的培训师 有可能能找到你喜欢的培训工作 新筹 6000家 6000家 你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 我很想做这份工作 其实我只要是有一个展现我的平台 我会发光的 好 我必须履行节目的规则 来把另外9盏灯亮 还有哪位老板的心思能够高于6000的 有没有 多少 7000 7000 还有没有 5 4 3 2 1 好 为什么你加到了7000 开始你又灭了灯 因为我一开始了 就是用我自己企业的 因为来来聘人 但是我听完了以后 其实我们公司呢 就跟中国青少年基金会 合作了一些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 就是教三区老师英语的 他们的培训都在这个北京 如果这个印华女士 这个他的要求不是非常高 而且他有这个 就是 贡献社会的这个想法的话 我觉得应该我聘这个印华女士 可以做这个工作 来把另外八盏灯灭了 很好你想起了这么一个职位 思考十秒钟 在两家企业当中做出最后 天威集团 咖啡之意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天威集团 其实我一直就希望能做 就是带一点工艺色彩的 这样的工作 但是我自己的能力 又不能为我 就是获得这样的机会 而且我同时也需要 自谋生路实际上 所以我觉得这两者 都能结合起来 我就会非常高兴